就来看到说好到整个过程里头 刚刚谈到苏贞昌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谢长廷 对谢长廷来说 谢熙子冰的发言到底代不代表他 好我们不能够完全画上等号 但是今天的谢长廷有些些的一个宣誓 也不错也很特别 因为跟媒体党中央又不尽然相同了 提到的是什么呢 提到台独该不该定时间 到底该不该全面的去孙去讲话 这个部分他的看法不尽然跟党里头一样 好那被提到的是今天来到台中 这边基层的时候 昨天中长会里头蔡同荣提出 台独要适当的时机 这个部分他为什么反对 今天面对媒体他再度强调 这样提案是很好 但是恐怕会产生冲突 如果产生冲突恐怕就不是大家乐见的 谢长廷本身到底怎么说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 他已经这个纪念性质已经比较少了 而且已经变成我们生活经验的一部分 比如说你这个中三女中 比如说中正高中大学 那这些其实他现在是个教育机构 那这个要尊重他们校友 学校师生的意见 好 向您特别强调 去孙化去讲话不需要太刻意 否则会凸显出他的冲突性 只要改纪念性质就可以了 但是刚才他提到了生活化的部分 教育化的部分 像是孙刚讲到中三大学 中正大学等等 他觉得这就是知识体 他问题是复杂的 所以有必要一定要完全的 全面的去孙去讲话吗 他认为目前眼前最重要的课题 应该还是关心台湾的未来 好 这是谢长庭对于整体事件的一个反应 我们就带您来看到底昨天 蔡同仁在民进党的中华会上提了些什么 谢长庭为什么会表达不同的意见 我们带大家来看清楚一点 这个当然对蔡同仁来讲 现在推的就是台湾国家正常化的一个决议文 台湾国家正常化决议文 这个决议文到底该不该推 其实在党内在党外 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个意见 但是显然还是持续在进行当中 他这边特别明定 特别提到说台湾跟公投的适当时机 这个部分应该明定出来 所谓适当时机是指什么时机呢 他说应该是在中国严重武力威胁台湾之时 另外还要强调要全面的去孙去讲话 孙是指孙中山 蒋是指蒋中正 但是谢长庭这位民进党2008的总统候选人 是反对意见的 他认为这样对选举会有不利的影响 同时强调不应该刻意凸显它的冲突性 至于决议文的部分 他说要从分三个层面来看比较好 首先台湾面对的困难到底是什么 还有要如何解决这些困难 当然最重要是未来要怎么走 这是谢长庭跟党中央意见不尽然相同的地方了 眼前要来看是好 不尽然相同的一个意见 到底所谓何来 重点还是2008吗 2008一旦没有赢 其实一切都是枉然 都是白谈 所以先赢再说 所以洪老师 我们之前就谈过说 自从国民党的党内出选结束之后 主席尤希昆就有时候要朝你国家正常决议文 其实有来宾认认为说 这个应该先朝你正常主席决议文比较对 因为这个时候来讲这个东西 未必对谢长庭的选情是有帮助的 但显然民党内部还是持续的在做 所以谢长庭这时候要持不同的意见 其实可以想见也不得不了 我这样说 那时候我记得我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说民进党好大就有时间表下出来 可能我唱声有好 蔡同文现在要下时间表 要想 但是我说 你 他这个说 我让大家观众看 来 那有什么 那也是各地塞人而已 各地正在说 适当时机 什么叫适当时机 中国武力严重威胁台湾的时候 这是严重威胁台湾是怎样定义 是五百匹团对台湾 或是一千匹团对台湾 或是两千匹 今天有看到的时候 我又会跟你唱声 你后面前来下席 阿共现在有 两千匹团对台湾的时候 我们就选择道理 这样我会跟你配合 都写一些有的不的 再来一下 我们再继续看 全面去孙奖 对 去孙奖要做什么 去孙奖 我感觉这不是说对谢长廷 宣计好还是不好的问题 就是说 你现在冲这些问题 是谢长廷后面要去修身的 他要去面对的 对不对 所有的我们说 我已经说过了 不管你护修认算 还是说你这个政策什么 都要尊重 你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我说这民政党来 我确实不说 但是 这基本的道理嘛 你已经叫谢长廷先生 来要代表 民进党 孙总统 你什么事情 都不先去参与 你后面 这样 我都没有这个 民进党 这个政党很奇怪 对 所以封委员民进党的 总统党内出选 其实真的还没落幕 真的还没落幕 现在有权 像有习惯恩是在党内 对 还是有实质的一个 党主席还是有相关权利 所以还是去运作 他想做的事情 那么苏贞昌 我们不管曾总统的一个爱护 所以还是有跟新系这边 继续有不同的一个想法 这怎么办 对谢长廷来讲不利 当然就是谢长廷的案子 还没有清楚 所以大家在等待 如果已经 谢长廷都很清楚 就没得等待了大家 但是谢长廷他认为 他已经很稳了 所以他开始往中间移动了 他本来不是宪法一中 他说我宪法一台 所以谢长廷本身也是变来变去 就是要骗这个基本教育的票 骗了民进党的票 等到他要选总统 要骗中间选民的票了 反正你民进党这个人 你就打给我的 对吗 你要走不走 你一定可以打给谢长廷 除了中间选民 所以谢长廷又修正了 换句话说 这个民进党的执政就是 变来变去 什么地方有票就怎么骗 就骗票而已 所以借过好材料 你两千年 你来参导 你自己擲在那里 你做总统了吗 不敢 建议还是不敢 就是没这个酒 所以你没这个酒 没有这个咖啥就不要吃这个榭药 你了解吗 所以你要就赶快做 要嘛 就像我们教授讲的一样 宣布时间 你要不敢 你中共武力严重威胁 等到中共武力严重威胁 你再来宣布台中 已经来不及了 好